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自在 节目中有杨沛恩和我们请到我们的永古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比提同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师父阿我们今天就是7月31号 真的要收拾心情 准备我们参加这个梁王法会 我们每一年的多伦多佛光山展 都有举办孝亲报恩梁王法会 每一年梁王法会可以说是最大的法会 最有代表性的其中一个 因为这个法会不仅是为自己去消灾 去收功德 而是为自己的历代祖先 自己已经过往的长辈 先人包括冤参寺主等等 是帮他们做功德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重视 是的 说到这件事刚才从心灵花园开始 我们已经今天特意师父和我们一起安排 有一个叫特辑Q&A 全部内容我们都希望 包括我们自己的节目主持人 或者我们一般的庆众朋友 或者普罗大众 都其实有很多问题 就是毕竟就算很虔诚地来参加这个法会 但心中有时候有些问题 都平时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希望师父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是帮我们了解一下 可能这些问题是很简单的 但是都是大家想知道的 比如有听众交代我向师父请罚 就是说我已经在梁王法会 我从小就参加了 带着和祖先超战 自己又忏悔 那么多年我们的先人都已经 应该投胎投胎 应该升天升天 那还有没有用的呢师父 你譬如你自己工作赚钱 救你自己吃饭生活 照顾你自己OK了 然后你照顾你自己家里的人OK了 但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帮 譬如有些灾难 或者是譬如在非洲某些国家 他们的儿童 你看到那些相片 是很难受的 都会想如果我有能力 可以帮到他们 帮几个就算几个 功德都是这样的 譬如你刚刚说这位朋友 他自小学佛 那这些佛法对于自己 我们叫自受用 你帮了自己 尤其我相信真正学佛的人 他理解佛法之后 他越是年纪越来越大 他在学习的佛法内容之中 得益更加多 你除了自己自受用之外 你都希望可以帮到自己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是你可以接触得到 摸得到 看得到 你可以说给他们听 带他们来 但是有些是你已经接触不到的 譬如往生的人 你唯有是靠功德违向 去帮他们 往生的人 我们这一世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 某此以来的 所谓说历代 那真是不计其数 如果我们是有功德 有能力可以违向的话 多多益善 有些是跟我们有亲 就是有好姻缘的 有些是结怨 不好的 包括所谓说一个人学佛 慢慢他的慈悲心 越来越狂大的时候 所谓说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就是那些无有姻缘的 不懂的人 不过就譬如我举个例子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 超战功德违向的时候 都会设有一个赞扑坛 赞扑 这个赞扑是 譬如我们这么大的法委功德违向 都很多人 你见到 超载坛 超战坛 坛口 都共了很多排位在那里 这些就等于是 可以我们正式邀请来 他有一个排位在那里 就好像他可以有一个 对号入座的那些座位 是保留值的 专专保留给他们 来领受功德 但是还有更加多的众生 是没有人去超渡 有机会 尤其是西方国家 其实很多人不懂 谁可以帮他们 他们是需要的 其实这个问题 我常常都会想的 我们的亲戚 长辈 祖先 有我们在那里 有因有缘 有因有缘 但是仍然都有很多 没有这样的缘分机会 所以道床都会 你看到中间有几个大的排位 是总的排位 其中就有一个 十方法界一切众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起募治孤魂 还有 其实要功德维兴给他们 这个赞普团 我是很重视的 我每次一定要用最多最好的 那些义工帮忙 做得很好的 一些共用 很专业 因为他们是没有子孙 子孙可以挑战他们的 我们一样邀请他们 你譬如说他们 没有人挑战的 有些在恶道的 请来 都会请他们先吃饭 吃饱之后 他们就顺便听法 又皈依 又忏悔 然后又违向功德 就送他们去西方基督世界 可以离府得乐 所以请他们吃饭 就是赞普团 这个赞普团就是这样作用的 是好像墓姐大卫 普同共用 这样的 那个普渡 赞普 所以包括我们俗语所谓的 毛主孤雲 都可以欢迎他们 我们大开门户 邀请他们来 这样的意思 接受功德 所以这位朋友问 他自小都是这样功德维兴 每一年自圆都可以功德维兴 那还需不需要呢 那么够呢 有没有效呢 有没有限期 或者说过了 没有用了 这样的呢 有没有呢 没有限的 因为众生无限 无边的众生 是缘度 这句话 我用这句话来说 众生无边 是缘度 你这样发言 你凡是有机会 去功德维兴 你都不会 验他多了 其实都不够 所以跟我们有亲有缘 就算无亲无缘 我们都大开慈悲之心 来到向他们 就是 公德维兴 多谢师傅 那另外呢 就是有一位信徒 是他就问 他说呢 他刚刚今年呢 就可能呢 就是拿不到假期 来到参加这个梁皇法会 但是他会每天下班之后 在家里 他都想独仲 这个公仲 这个梁皇补残经典 他说在家里 独仲的时候呢 需不需要 又是每次 拾供养啊 或者说 需不需要那些物品 都是要这样 放在那里 那他先前叫做愚法的呢 或就这样 共花共果 就OK呢 其实 所有的供养呢 真心供养 三意的供养 是第一的 是最上的 好 那在我们的 你看梁皇宝尋 你进入每一卷的 残法之前 都有香赞 那么这个香赞 都是以这种 共荣衫去理赞 去共荣的 那么所以 好像你说 在道场呢 上次这儿都会预备一份 代表大家的 降养的 所以如果他已经登记了 十降养的功德 其实在道场都帮他讲 他已经是降养了的了 那么他可以参加 他可以参加十降养的功德 那么就算 我假设说 他都没有 他的三意的降养 已经是降养了 所以在每一卷的前面 唱赞的时候 他在家里 就算他不懂唱 当然他都可以 请一套 我们不是之前介绍过的 梁黄宝铲的那个CD 他可以请一套 跟着一卷一卷 这样跟着他唱 都OK 那么如果他说 他家里还有其他人 可能不适合这样放出来 他是自己 慢慢地这样唱 都OK的 因为其实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 不解释了 以为我登记了 有功德了 或者是 我都有跟着他拜 在那里残废 所以可以消灾免难 没事了 不只是这样 重点是叫做 随闻作观 随着残闻的内容 你要跟着他 去看的时候 就思考理解 照着这样去想 这是真正的 这是真正的 就是要想心的 不是这样 随口 不停唱唱唱 把经都唱出来 那个一番心意 都是很重要 当然大家都知道 包括我们自己 我自己做功课 还有我跟着大家 或者说带领大家 一起在大殿里面 这样去唱 去唱 去拜 那种词穷 能量是不同的 很不同的 很不同的 当然有得来自圆 就最好了 最好 但是因为有某些原因 是的 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功课 重点是你进入那个经文 残闻的内容 接着这样去思维 接着现在是共养 现在是赞佛 现在是等于是佛陀教导我们的 开始我理解间 我听间在看间 你进入 这个就是重点 你如果家里有共花香 或者是灯 或者是水 基本的这些 已经都可以了 就是不用说 没有一个共养的时候 茶果 花 食 就不用一定有那样东西 你在说 你以为我说不用 我也不敢这样说 不想这样说 因为其实香 花 灯 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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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 食 补 注意 其实你都可以事先预备定 是的 都不是很困难 是的 都是我们生活上需要的 是的 就是 山果 或者一杯水 这些 譬如 全年珠 或者一本经书 这些 都做得到 如果可以的 我觉得 如果假如 我都是喜欢来寺院 来参加这个梁王法会 但如果我一定要在家中的时候 那 我都觉得 可以 摆好这十个供品 这样 到时到后 我们自己好像 和经文 很好 配合 我再假设 当然了 配合是 你看着那种东西 你自己会这样观赏 会越来越多 就算是没有 我现在假设说 真的没有了 我真的没有空 我在外面 旅行中 出门在外面 那你跟着那个经文 用观赏的好供应 非常好 这个我们大家都需要认识一下 说到这里 师傅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休息回来 或者说 想师傅为我们开示一下 究竟这个十贡仰是代表什么呢 我们稍后休息回来再说 我稍后休息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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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云大师开创了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密西沙加市6525Milk Creek Drive 查询电话请洽905-814-0465 905-814-0465 我们再次欢迎听众朋友回来今天的欢喜自在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有永古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除了我们惯常的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是特意把这个时间拨了 来为大家解答 我们马上在8月3号 多伦多佛光山寺举办的孝亲报恩梁王法会 师父为我们今天特意做一个Q&A的谈辑 刚才休息之前我们讲到希望师父开市 我们究竟每年供养的十供养 是代表什么意义呢师父 十供养可以说就是供养 他的意义就是供养 在佛陀救到我们的修行之中 其实一个入门的基础功课 我们要去修的是布施 包括供养 所以在每一卷要入禅之前 我们赞叹诸佛 然后供养诸佛 只不过我们是用了十样东西来代表 如果你还有其他 更多可言你可以供养的 其实都可以的 不限这些 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代表 你说没有十样的话 多过十样OK 没有十样你都可以有六供养 三供养 四供养 甚至你说物质上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一心供养 都可以的 一个心意最重要 而且也是一个供养心的代表 你说我没有这些 不过我用欢喜心供养 我用我的很微笑的供养 我用我很光临的态度供养 我用我环境很干净 清净 整齐供养 行不行呢 全部都可以 多谢师父 说到这里 有位听众 他自己也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他就是说 有时候诵到经文里面 有些就是 当然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认为佛经是很难明白 当然我们有师父的引导 我们就容易明白一些 或者听到师父的开示会更加明白 他今天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梁皇宝忏里面第七卷的经文当中 的自性和白难的意义 是不是一样的呢 自性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没有出生在佛陀的时代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接受佛法 因为佛法流传的因缘 我们可以学佛 我们可以听佛拜佛等等 所以是很自性就是说 真是幸运了 我很感恩的了 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很知足 值得去幸福的一件事 这样的意思是 白难的意思是会障碍我们听佛 学佛的八个原因 说不行但是有障碍 比如有些人他思想不正确 或者有些是车见 有些是精神不正常 比如这样 这些都是叫做 堕日八难 八种阻碍我们可以学佛 听佛的八个原因 现在我们虽然因为前面的经文 我们一直在自己忏悔 后面又绝着为我们身边的人忏悔 或者为乐道众生忏悔 为他人来对替他们忏悔 然后虽然我们是这样忏悔 我们没有遇到佛陀出生的年代 有种种的智慧不够身体障碍等等 但在进入地七段的时候 就说到虽然这样 但我们也很感应的了 因为就算是没有遇到佛陀 在世同一个时代 不妨我们叫不妨佛世 我们没有遇到佛陀 在这个人间的时期 但是我们始终都是接触到佛法 还有我们还可以拜到 这样术前的残法 所以有很多是值得感应的了 所以第七卷这一段 是讲这些内容 所以这位朋友都很认真地看 我们在末法的时期 但是我们还没有墮入白难 所以很值得去庆幸 自己也很庆幸 是的 其实这些讲话 我们平时跟信徒聊天 自己都非常之觉得 真的很庆幸 我们在西方国家 重要 还有就是有机会接触到 起码我们大家都接触到佛光山 有这么健全和殊性的道场 有这么慈悲的法师带着我们 也有机会认识这个人间佛教 给我们学 真是你真是福福何求 我想说 所以就好像刚刚第一位 朋友问的问题 我做了这么久了 这么多了 还需不需要做 我现在将这两个问题 一起来看 例如我们最近又在皇佛的努力之中 我们又推出一个皇佛的平台 就是如果大家用WeChat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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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去多伦多佛光山 那就可以加入我们有一个平台 每一天 我们资讯组有一个 我们叫他小特 小德 他是这方面的专长 还有他很难得的法山 就天天帮我们update 最新的 最新发生的新闻 或者我们的活动 还有大师的开示 还有佛教的上识 专有名词的计息 这么多的咨询提供给大家 现在大家人手一机 只要你这个手机随身 自慧就会随身 我现在为什么说这件事 说出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很幸幸 我真的好像你说 呼福何求 不只是为自己 我们真正好感恩的人 是会将这个幸运 这么好的事 这么好的恩怨 我们想分享 传爱去大家分享 更加多的人 我希望更加多的人 可以好像我们这样幸运 这样幸福 所以我一直一路 我还可以帮更加多人 做更加多的事 功德为雄是这样 我们可以做到的 利益大众的事 我们都愿意这样去分享 所以就是大家听众朋友 你多点留意我们 多伦多佛光山的活动 如果想知道多些 其实你上这个WeChat 上面就是 假如有机会可以 scan到这个QR Code 我们多伦多佛光山的QR Code 那你在一个WeChat那里 你就可以每一天 就每天都有更新的消息 好像你subscribe其他的一些机构 或者说一些传媒的一些讯息的话 是不停不停 你现在很多我们传媒的渠道 都是有不停的新闻 我们的佛光山子 那个WeChat那个平台 也都是不停 刚才师傅介绍 有位专游人士 就是说 他不停将我们 佛光山的新闻 update上去 这个WeChat的平台 当然你也都可以 上我们 3.w.fgs.ca 我们也都有update的新闻 不过就是说 现在师傅刚才介绍到 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更加觉得 我们除了有机会 接触一个这么好的道场 另外其实我们现在 想亲近佛法 其实真的不是这么难 只要你有一个心 自己去主动一些要求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讲开 比如说上一次 我们有介绍过 人间音缘的节目里面 我们有介绍过一套 梁黄宝忏的一套CD 有经文有唱颂 他就是说 当然很喜欢那个樊贝唱颂 如果他放在车里面听 愿不愿发 我又觉得OK OK的 因为呢 佛佛是要多闻分集的 当然了 你放在车上 是比较不是那么专心 不是那么专心 始终真正你要看着 经文文字 去进入那个乙里里面 你在车上听 我想我想最少有两个族用 第一个是你一路分集 一路的三情保持得很清静 你是一个族用 对你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族用 就是你一路经过 所有的众生都得益 这个好 所以是OK的 你一路又听到佛号 当然你都是广泰善员 因为所有无形的众生 一路跟着一起听 好事一中 只不过是从那个 我所谓的 跟着沉门 垂门入观 水稳入观 垂住这个沉门 去进入 去观赏理解 你要专心去训练 也要转住 不过放在车上没问题 但仍然要专心炸车 好了 讲到这里 最后的问题 师傅 有一位信徒 他年年一定来参加 梁皇发会 但他不知道是否自己年纪大 拜完之后腰栓背痛 他有些朋友就说 你当然业障重了 我又没事 为什么你会有事 师傅开示一下 这位亭仲 年纪大 发生来参加 身体难免都会辛苦一点 这个是自然的现象 千万不要 将这些身体自然的现象 比如 你早上到夜晚都会累的 这是正常的 不用挂眉的 我觉得不用挂眉 你平时就做运动 保养好身体 而且要接受他 如果这样说 不只是老菩萨会辛苦一点 我们也会辛苦 是吗 很正常 你不能说 每个都是业重新重 我觉得是正常的 正常 休息两天 自然就恢复了 没事的 好 多谢 多谢师傅开示 我们今天的时间实在 其实不够 希望大家如果离开自远 也可以随时向师傅请罚 有什么心中疑难 疑问是可以随时为你解答的 我们再次多谢永高法师 阿弥陀佛 如果想重温今天节目 可以上网 3个W.FGS.CA 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WeChat LINE WhatsApp 我们随时都可以接触到 我们多伦多佛光山子 为你们传播的佛法 如果查询 也可以打电话来 905-814-0465 多谢永高法师 阿弥陀佛 更加多谢听众朋友收听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感谢如是我闻 佛光文教 音乐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